你好 但是我覺得那一個裸妝呢 就是當然不能只是一個粉底 對 一個粉底 當然還有色相當的重點 對 裸妝也重要了 從老師那裡 又被你現在抖了嗎 是的 又偷來了 這很厲害喔 師傅蘭的三色的這個胭脂 老師這三色呢 其實我看到 這三色我知道怎麼用 因為呢 這個可能就可以打在這個 我們需要打亮的地方 然後這兩個是不是把它中和起來 或者是一個是可以做修容 一個做腮紅呢 其實我們這一款三色的可以看到 就是有淺色的話 我們大家都知道 拿來做極度的提亮 那我們深色的話 我們就是用來化我們的腮紅 那我們還可以怎麼 三個顏色調和起來打 打造出來是看到一種漸變的 就是一抹清風 飛過我的臉下 我知道了 這就是春季的時候那抹清風 這就是秋季的那抹清風 好厲害喔 那總是就像剛剛你所說的 這一款的話 我們可以因為它 顏色的程式來畫眼影 很方便 就這麼一個小東西 帶在包包裡 即時需要拿出來補妝 紫光技感的三色腮紅 色彩柔和漸進 不但可以有錢置身 雕塑臉和的輪廓 還可以單獨作為眼影使用 而腮紅中超級人物粉末 更可以帶給人一種 情風浮滅的青床感覺 真的是超過想像喔 我也有那種漸變的厲害了 就是腮紅 就是跟它 剛才我見面是藍芝的 真的漂亮 對喔 它的包裝真的是讓女人愛不釋手 但是它不一樣的 像我介紹的這一個 它是像 它是一個 喔 這個是 這是眼影 我的眼影 先看完這個 它上面是有兩層的 你看一層兩層 有不同的東西 像上面這一個 它其實是可以打造 你在畫眼妝的時候 它可以有打底定妝的效果 它也有三個顏色 下面這一個 它就是一個腮紅了 而且你看它也是三個不同的顏色 其實是不是跟剛才的應用法是一樣的 對 也可以混合用 也可以單獨看你的膚色來挑選不同的色塊 嗯 而且它這個還可以當眼影 嗯 我覺得一般這種都感覺比較划算 買了這一盒 什麼眼影腮紅就全部到手了 嗯 雙層式設計 天確臉部體量腮紅及眼影的都不能三色亮眼盒 不僅外形漂亮正確使用更能使臉部 擁有優雅欲人的光彩 嘿嘿 小的同學還真的很會挑欸 對 我覺得韓國人啊 聰明 嗯 設計的產品很漂亮 你要那個我好想買喔 對 但好誘人 真的很漂亮 因為當初我看到它的盒子 現在是被我磨得有點滑滑的 它當初的盒子就是這樣很漂亮 然後這裡可以打開一個鏡子 然後推出來呢 這個是打高光的地方 嗯 腮紅 嗯 然後這個是修容 嗯 以及 將將將將將 欸很多人就問說 欸這麼深色的 對 那你要幹嘛 等一下打開一下 嗯 這個這麼黑要做什麼 我們亞洲人也不可能黑成這裡 對 要告訴你喔 韓國女生是不是臉都好像很精緻很小 對很小 其實呢 他們就是把這麼深的顏色 把它打在這個髮際上